吴刚点评儿子的表现,只字不提演技二字,却字字朱击。 2023年目前公认的爆款剧有且只有一部,张义和张颂文主演的《狂飘》,在各个平台都取得了相当亮眼的成绩。 电视剧热播的常委效应,捧红了张颂文、高业、李健、林家川等等配角演员,从剧情到演员的塑造,《狂飘》都真正做到了《狂飘》。 然而狂飘热播期间,很多网友对成年后的高小陈扮演者吴宇清给出蜡评,直言人设不差,演员有问题,吐槽吴刚的儿子。 一般来说,观众对配角并没有太高的要求。 成年后的高小陈会被质疑,也是因为演员吴宇清不论是形象还是演技,都不符合角色预期。 剧中,高小陈小时候是一个小帅哥,清爽又可爱。 成年后吴宇清一登场,观众就觉得长残了。 剧情设定中,高小陈性格很莽,但也会舍生就父,飙车弹心,个人魅力十足。 而吴宇清从头到尾都是嘶吼式,生气的时候就瞪着眼睛大吼。 吴宇清表演惊艳为零,不能很好拿捏分寸,五官乱飞,小动作太多。 高小陈这个角色明明很出彩,却被他塑造得让人有些反感。 尤其是他还有吴宁儿子的标签,引发更多观众的不满。 面对观众的各种质疑,吴宁也做出了回应。 采访中,他只字未提儿子在狂标里的表现,还表示吴宇清拍戏的时候他不在现场。 吴宁清透露,吴宇清在得知高小陈有骑摩托车的戏份时,为了角色报学习班, 还考了摩托车驾驶证,做了充分准备,但最后呈现的效果并不理想。 吴宁觉得,任何事都要他自己去承担,这条路他既然选择了,就让他自己走。 看过观众的反馈之后,他没有高高在上,而是认同了儿子作为演员的不足。 当然,狂标是吴宇清的第一部戏,或许他的表演起点很低,但这样不好的开局, 也意味着他只要有进步,就会很快被外界看到。